第三题如图呢 它是圆圆跟佳佳两个人 本学期八次周考成绩的折线图 根据这个图中所表示的判断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上面这条线是圆圆 下面这个是佳佳 A选项 两人每次周考成绩相差最多的是差距有60分 是吗 我们来看一下 差距最多的应该是第四次周考这个地方 这地方有没有差距到60分呢 很明显的从这个表里面看出来是没有 没有 差距最多60分 没有 A是错的 相差最少是60分 那当然是错的 请看这第六次 第六次两个人就是一样 所以也不对 C和D 加加的平均分数有没有超过60分呢 来看一下 这个加加的平均分数 加加是下面这条线 它都在这个60分 60分这条线 加加的考十八次周考成绩 都在这个60分这条线的下面比较多 在60分这条线的上面的只有一次 而且呢才超过60一点点 那它比60低的呢 有好几次 而且都低蛮多的 所以这样子平均下来呢 不可能超过60分 一定是低于60分 加加的平均分数 一定是低于60分 不对 圆圆的平均分数 有没有超过60分呢 圆圆是上面这条线 这个圆圆呢 它只有一次 是在60分 以下一点点 大概考五十几 五十六五七五八 这种分数 那其他呢 有大概两次呢 是差不多在60左右 那除了这几次之外 其他每一次呢 都超过60 而且超过的蛮多的 所以平均起来 圆圆的分数呢 一定会超过60分 没错 所以这一题呢 答案选低 这个选项 给大家看